這集我們來到新疆 我現在由烏龍齊市 一直進入天山山伯 這次要來到新疆 就是因為這裡有一種群體物種 就是雪豹 而他們的船王更加影響 整個原生態系的寶寓懷疑 這次的寶寶 歷史記載 雪豹大約在300萬年前 起源於青藏高原 後來散居到中亞各國 包括喜馬拉雅山山脈 他們被稱為雪山之王 是中亞高原的旗艦物種 但近年人類 竟已極少發現他們的蹤影 據說全球雪豹的數量 只剩下大概3000至6000隻 在中國,雪豹已經被列為 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 當大家以為雪豹已絕跡的時候 這個叫做 方野新疆的民間自發保護隊 就決定不惜一切去搜尋雪豹 他們從全國而來 本身各自有正跡 新玉是一位獸醫 他們當中有人是植物學家 野外探險導遊 五金店店主等等 因為這個地球呢 不說是我們人類一個人 只屬於我們人類 我們自己三人 齊倡一下,呼籲一下大家 關注野生動物 愛護野生動物 大家是平等的在地球上 你有生存的權利 野生動物也有生存的權利 以前咱們可能對這種生態 不知道 人類的狩獵、狩獵、狩獵 都少得很辣 快絕種了我們 所以咱們通過這次活動 去證明一下 天山上還有這種病危動物 政府部門也好 都在重視這個 出發 出發 好 這一天雪豹保護隊就上山 進行定期的搜尋調查行動 我們就跟著一起去 現在出去看 看不到 看到了 五隻,有五隻小的 看到了… 那個是野羊嗎 就是野羊 野羊 四個五羊 四個五羊 他們要爬到哪裡去 為什麼要爬到這麼高 進化的過程中 它為了適應這個惡劣身口的環境 然後它可以抠住這種很不利的邊緣 爬到這麼高是要避開什麼嗎 一個是避開鼓獵者 因為在這種環境裡 像狼這些的它就沒辦法來追它 只有雪豹可以 第二個呢 它就是為了競爭這個高原上的草草 好… 蔣可威說天山山區的羊主要分為兩種 家羊和野生北山羊 近年牧民為了賺更多 不斷增加家羊的養殖和荒木規模 令野生北山羊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 最後環環相構 危及到雪豹的存亡 終於來到山腳了 大家吃點東西再上山 這群雪豹保護隊義工 會定期請假商約來天山做野外調查 他們個個都充滿使命感 這個是… 跟我學 兩隻ERE… 這叫尖… 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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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s… 這裡已經有三千多海拔了 去年爬天梯, 今年爬天山 以往人類對雪豹的認識極有限 經歷多年野外調查 蔣可威說他們現在基本上 掌握到雪山之王的生存模式 這是大的牙壁 雪豹喜歡貼著牙壁走 比如說我是一隻雪豹 爬到這以後跳起他的屁股 對著牙壁然後噴他的尿液 誰噴得高誰的身體就強壯 也是作為他一個領地的標誌 如果第二隻雄心雪豹來就知道 這裡原來有一隻雪豹 然後我們做一個相機 就可以拍下這些行為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冰冰冰 我們第一隻拍到的雪豹就是冰冰 冰冰有來過嗎 冰冰曾經的領地 我們會把這些故事做成繪本 然後做成宣傳的這種故事 讓小朋友更好地去了解它 冰冰有來過這裡 但後來冰冰就消失了 因為他可能年紀大了 這個是一個很優質的狩獵 周圍我們記錄過最大的一群 北山羊有二百多隻 所以當他年紀大了 他這個優勢就被別人搶走 他就被趕到了更偏遠的地方 經過這麼多年 新玉已經跟雪豹結合不解緣 他最深刻也是他們追蹤到的 第一隻雪豹叫冰冰 這個有一個雪豹叫豹王冰冰 從他剛開始 剛出生跟著媽媽一起生活了一年半時間 後來自己獨立去佔領了一片他的領地 然後又不斷地擴大他的領地 然後他還有他的三妻四妾 然後包括這些三妻四妾 又給他下了很多他的後代 在這個過程中 他就從一個當年分度翩翩的少年 變成了臉上有傷疤的高型大漢也好 您看這套長大了 甚至我們有一位志願者 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 還專門為這個豹王冰冰 寫了一篇文章叫《雪豹王朝的風景》 豹王冰冰實際上他的歲數也比較大了 某一段時間就失去了他的蹤影 但是後來又發現他的兒子 他的一個後代C仔 在他的那片領地成了新的豹王 但是我們那個志願者 就在文章的最後寫了一句話叫 在這個地方 是否會再上演一出王子復仇記 我最趟來到新疆 我真的本來是很想親眼看到《雪豹》 但是後來雖然沒看到 但是我覺得透過你們 我真的對《雪豹》認識多了 然後我也覺得我真的未必需要親眼看到 可能大家應該也保持這個友好的距離 我就透過你們認識他 我已經很滿足了 我也想親眼見到《雪豹》 應該是屬於運氣要爆棚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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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